古希腊的人都是裸体的 他们最能打仗 古希腊有那个叫 马其顿方阵 都用长的毛 短的剑 都赤身裸体的打仗 所以你看那雕像 凡是全身都赤身裸体的 就往往是奥运精神 是古希腊的 后来是在小鸡鸡的位置那 放一束草或放一个花 那就是古罗马雕塑 古罗马人没有古希腊人那么赤裸 所以他们那个真理 就不是那么赤裸的了 古 古希腊对世界的认识是宇宙的 就是universal 他认为世界就是统一的 最后都将进入大一统 不存在局部真理 说你按你们家生活方式 你又不招我们 你又不怎么着 不存在 所以亚历山大就一直朝东走 他第一个碰见的邪教国家 就是比他历史更悠久的波斯 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 我们现在一说伊朗好像看不起似的 伊朗的文明比古希腊还早 马其顿亚历山大 还在那跟亚历史多德学艺的时候 大刘士 居鲁士 那都是世界地跨 欧亚 有飞吧 也有飞 到过埃及的大皇帝了 亚历山大和大刘士 第一次对阵的时候 那就是人性跟人性的赤裸相对了 大刘士还带着媳妇宫女什么的 带着战车 但亚历山大不是 赤裸着身体就知愁 这个大刘士冲过来了 大刘士就崩溃了 吓跑了 以后亚历山大又继续朝东走 越过开波山口就到了印度 到印度把印度就平了 一看印度太有钱了 太富有了 太热了 水太多了 那么多生物 那么多钱 亚历山大回去就死了 死了以后 亚历山大的后代 那就是亚历山大三世 也到了印度 印度一个仰孔雀的 一看说这他妈小子 打他 印度人就起来了 现在人都觉得 印度人不会打仗 还要特蔑视的管人 印度人取了一外号 特蔑视给人取外号的人 一看你就是土鳖 哪也没去过 然后这个 这个杨孔雀的 就一下就把古希腊人打败了 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就是基多王朝 这个杨孔雀这孩子叫 詹陀罗基多 建立了一个印度上第一个最大的国 这国西起开国山口 就巴基斯坦 那个阿富汗边界那儿 东边到孟加拉 就一直到缅甸 北边到喜马拉雅山 就现在你们说的那些什么西金布丹什么的都是 战斗罗基多的国 当了国王以后他痛苦 觉得这人生怎么那么没劲呢 然后底下有人跟他说 说你啊 你学学奇纳教 印度有一个教 就是奇纳教 叫Jeans J-A-I-N-S 骑字特难写 就是穆章阿骑善那个骑 然后他就开始学这个 这前代印度还有奇纳教 我去孟买的时候 去见过一个奇纳教的一个寺庙 另外在那个什么地方 在那个卡吉拉后 我买过一个一个小猴子 银的一个小猴子 玩自己的生真气 是活动的 那也是奇纳人做的 奇纳人崇拜的圣人 叫大雄 我们不管干地叫圣雄 又是圣人又是大雄 他们的圣人叫大雄 大雄里边有一派 叫天一派 就一丝不挂 什么衣服都不穿的 我拍过那样的照片 这些神像壁画 包括亚历山大来以后的建陀罗 基本都是赤裸的 这和中国的佛像就截然相反 中国佛像全 我见过怎么做佛像 都是拿几根木棍 做一骨头 外边糊泥 糊着泥给他们穿上衣服 再穿上 再画上颜色 就成了神像 但印度不是 印度的修行的人 基本上也是不穿衣服的 这跟古希腊一样 你看古希腊打仗 到古罗马军团 好多人都是光着腿的 是吧 光着腿是不是好走路啊 上半生有假 这是阿湛陀石库 这是我不认识的水果 这平常是我胶卷洗澡 在兜里把胶卷给洗了 幸亏有磕 这是我在印度吃到的 不认识的水果 我找不着我的那个 什么神像 就是奇纳教的 印度人到处洗澡 他们政府给提供的免费的自来水 哪怕在最偏僻的山沟里边也有 就不着了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 希腊 罗马 波斯 就那些古老的文明都是赤身露体 不穿衣服的 真理是赤裸的 所以你像那个佛 佛最后死的那些叫 Kushinaga 我们中国叫居士那家 你要找居士那家 你都找不到这地方 Kushinaga Kushinaga 你看佛死也是赤裸着身体的 我们中国的佛给做成是 上半时还是赤裸的 你要到了Kushinaga看 几乎就是全赤裸的 上身百分之百赤裸的 然后用右手拖着塞 侧躺着 侧卧 按照印度教的说法 就是说 佛在这时候要展示一个人生老病死 在他的上身和他的面部 展示了他的一生的年龄 衰老 生病 肌肉松弛 皮肤老化 展露他的一生 所以他临死的时候 按照红衣法师说的是 一心一悲 悲呢就是慈悲 或者是悲苦 心呢就是心心喜悦 因为蒙受神的召唤 要往生了 所以叫一心一悲 赤裸着身体 侧卧着